媳妇 嗯 你看咱们现在 终于也有自己的大房子 自己的家了 是啊 以后我们可要好好生活 幸福 想想就幸福 是啊 老公 告诉你个好小事 我考上大学了 考上大学了 嗯 这是真的呀 嘿嘿嘿 媳妇这是哪个大学啊 北京大学呀呢 北京大学 媳妇 这不一直都是您的梦想吗 是啊 这是我的梦想 不过 我不打算去了 不是 你怎么回事啊 都考上了 为什么不去啊 老公 我们两个这不是刚结婚吗 也没有钱 再说了 我也舍不得你啊 媳妇 没有钱不怕 只要你能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好好的上你的大学 那我在家里就算是在乎在累 也没什么的 你放心 我肯定会努力工作 供你上大学 真的吗 老公 那这次太好了 谢谢你啊 谢什么呀 媳妇 只要你能好好的 我怎么样就行 嗯 行了老公 你就别送了 我自己走吧 媳妇 你看你这又足了 我心里还真的会舍不得你的 嗯 老公 我也舍不得你 媳妇 我这又一千块钱 你拿着 到了那边一壶 别哭了自己 老公 这钱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哎呀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也花不着什么钱 你拿着吧 到那边别哭着自己 你看看你船的 等去了以后呀 多给自己没几件好衣服 别到时候 让人家看不起咱们 嗯 谢谢你老公 那你在家照顾好自己 别太理了 我知道 你放心吧 嗯 行 快走吧 一会赶不上车了 嗯 那我走了 嗯 我走了老公 走吧 到了给我打电话 哎呀 没事了 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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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媳妇 我 我不是做梦吧 你真的回来了 你不是在做梦 我真的回来了 媳妇 我可想死你了 哎 怎么了媳妇 咱们都三年没见了 我可想你了 蒙子 其实我这次回来 是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啊 哦 是不是缺钱了 没事的啊媳妇 缺钱的话 等一会儿我跟老伴子 预支点工资 我不是缺钱 我这次回来 是要跟你离婚的 离婚 媳妇 你肯定是在跟我开玩笑 你怎么会舍得离开我呢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说的就是真的 那为什么 为什么要和我离婚啊 萌子 你看咱们俩现在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而你呢 就在这儿打工 你知道吗 我在北京儿换租的房子一个月的房租得多少 就你借的那点钱 根本就不够 媳妇 芝秀 我一直在努力啊 你看我现在 我现在每天都打五份工 上午我去送配地 下午我要送外卖 到了晚上还要开出租车 然后半夜的4号 我要去装货 凌晨3点我还要去协货 好 媳妇 你一定要等我 我肯定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萌子 你就醒醒吧 你再努力 也干不上我的步伐 我 我以后要在北京工作的 大城市 那你呢 弄村 消质上 这样吧 这张卡里 有一万块钱 你拿着吧 等一会我这儿钱了 我会把那几年你给我的学费都还给你的 拿着吧 一万块钱 我为的是这一万块钱吗 这三年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你就这么丢啊 你知道吗 我每天补蛇的吃 补蛇的村 每个月都安四给你大借 到最后呢 我换了什么了 我就换了你跟我说离婚 萌子 你别这样说好不好 我会把钱都还给你的 反正这个婚 我必须离 小 离婚死吧 烈了 拿着你的丑钱 我不喜爱 萌子 这个 你嫌得去收拾你的赌气 赶紧给我滚出去 这个钱你就拿着吧 赶紧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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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 什么都没有了